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4月6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晚上 今天是農曆的2月28日 今年 是甲晨年農年 來到星期六晚上 我們要跟大家繼續揭露 香港最新時事 香港近日不斷爆發這個結業倒閉潮 其實我們也有跟大家說過的 有機會 香港再持續下去 有機會會變成 有人 進地一步 然後 可能會演變成捲款逃亡 最新就是發生了一宗 懷疑是捲款逃亡的案件 這宗案件 跟 BB生活用品的代購有關係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請各位緊守崗位 我們繼續跟大家緊貼事事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亦都請所有聽眾記得 盡快安裝VPN 發生了甚麼事呢 話說 是代購BB生活用品 的叫做CoCo Cow Kids 忽然之間在近日 是突然之間結業的 這間店鋪開了很久了 有苦主說光顧了很久了 亦都在今年的1月至3月份期間 是多次 網購的 但是公司突然之間宣佈結業 部分的交易 全部未收貨 懷疑有人 刻意 是有心收了貨款 然後結業不交貨 有苦主說自己不見了2000多元 海關 亦都說 是接獲了舉報的 打算繼續跟進 蕭委會亦都說 接獲了十多宗求助個案 牽涉是萬五元 什麼事呢 話說這間叫做CoCo Cow Kids 在網站突然之間 說是結業的 嚴重資不抵債 如果不是有新資金注入的話 公司沒有辦法繼續營運 所以到了星期四 即是4月4日 是按照勞工法例把所有員工 解散 而公司也正在進入清盤程序 有苦主就說在1月份 至3月份期間 不斷地在這個網站網購 包括 買小朋友的東西 成年人的衣服 家居用品 其他日常用品 花了接近2000元港幣 正當上個月 有部份提貨通知 因為是代購 即是說有通知的時候 你可以去提貨 這位女士說會等其他貨品 因為通常代購 要一兩個月 誰知道 公司忽然之間宣佈結業 全部門市 關閉 電話未能接通 回查一下 社交媒體還有網站 你會發現這間CocoCow Kids 所有的社交媒體 是全部關閉的 有網站 網站繼續打開 Facebook 全部關閉 還有其他社交媒體 例如Instagram 再按進去 已經不存在 再去搜尋 CocoCow生活百貨 在Facebook上 官方 Facebook網頁 全部關閉 在搜尋引擎 仍然 看到 近日 這間生活百貨 還有出post 根據通知所說 公司 嚴重資不抵債 即是說 一早 就已經知道 債務 殺到了 沒有辦法繼續 做下去 這個正正是我們 預計 也跟 大家說 現在香港的 捲款逃亡 將會跟結業潮 是捆綁在一起的 因為既然要結業 大家都知道 很多叫做不良經營 反正也是 不相差 其實香港現在 捲款逃亡的案件 是越來越多的 包括大量的豪宅 大量的香港物業 最後 一炮過 是捲款走的 最近發生的物業交易 原來業主已經破產 但是當然是瞞著所有人 瞞著銀行 繼續交收 來收大訂 這些真的是 香港現在 才有的陷阱 十年之前 你也很難想像 香港 是需要捲款逃亡 而且逃去哪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 現在 多了 是兩個不同的地域 主持人按你這樣說 其實現在的移民潮 其實是造成了 這些捲款逃亡 是事實來的 因為 有移民政策 有難民政策 就會有假難民 大家都知道 BNO 的政策其實很大程度上 等於是難民政策來的 因為開放給 香港 香港這個地方的市民受盡政治打壓 但是當中 當然會有人利用這個制度 明明 在香港繼續在做生意 但是由於現在生意一落千丈 搞到資不抵債 然後就變成利用這個 移民政策 逃亡捲款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天揭露 早前 一年之前已經跟大家說 有大量這樣的案件發生的 所以 無論你是在英國也好 你是在 香港也好 你應該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 多了 有人動歪路筋 覺得 就是一次過 一不做 而不休 我們再看看相關的內容 亦有網民說 早前還看到 Coco Cow Kids 的老闆 在Facebook 分享 跟他的兒子 在英國買了新屋 說今年 新年要繼續狂推 禮券給客 即是說 一早就已經有計劃 打算移民英國 更加在新年期間 大推禮券 根據Facebook的截圖 顯示 他似乎 這個CocoCow 是自己上載的照片 亦有網民說 嘗試沿著照片 找到他物業的位置 不過 既然 可能是幾個月之前就有心 要搞捲款逃亡 那麼 故弄懸虛的可能性也存在 即是說 隨便找一個物業 拍張照 亦刻意不拍街名的 這種可能性也存在 事實上我們接觸了不少個案子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的身份 也挺像一個 議員 雖然我們不是民選的 我們也沒有說要選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經常有不少聽眾 是找我們幫忙的 因為我們是知名人士 我們接觸了不少這樣的投訴案子 說有些 疑英的港人根本在香港捲款逃亡 這種做法其實也挺愚蠢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 可能真的能夠逃避了不少債務 但是現在 疑英的香港人也有很多 除非 你真的想著在英國 這一輩子 都看不到其他香港人 而已 不然你理論上 在英國 仍然會遇到不少香港人 你來到英國 是不是想著永久逃亡 就算呢 所以我們經常都叫大家 要走得正 站得正 不要打算害人 我們有理由相信 部分人去英國的原因 跟政治是沒有關係的 政治只不過是他們的藉口 實際上他們走過來的原因是因為捲款逃亡的 我們相信這些案件會越來越多 因為香港現在 生意做不住 有大量的企業 要結束營業 這宗案件裏面 這個店鋪 那個 詐騙的成份相當多 因為 他應該 早在 半年之前就知道 資不抵債 但是 是繼續 經營的 繼續收貨款 這些全部都是典型的 詐騙 特徵來的 最後提醒大家 記住 我們真的從來都沒有說過 說移民英國的人等於好人 我們從來都沒有這麼說過 實際上我們知道 是 幾十萬人 甚至乎一百萬人走過來 當中是龍蛇混雜 甚麼人都有 我們早就說 社會問題 不會因為你 是移民解決的 仍然有不同的階層的人走過來 當然包括 有很多 可能是騙徒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便利落